村长正准备晒大蜂草 从培育采收到晒干 制作成中药包 精油产品等过程 全都在这大蜂草主题园区内完成 不仅仍让到房者 看见整个大蜂草生产的历程 也能透过亲身体验的方式 更加了解这项迷人的客家产业风貌 我会把我们家火房当作主题款来介绍 主要是想到我们社区 自己也当了村长 那社区有没有好像是慢慢一直在没落 甚至于人口数也慢慢在减少 年轻人越来越少 是不是说来发展一些 可以把年轻人吸收回来的那些 那个元素 所以说想到说 就以我的大蜂草经营了那么久 所以说我就刚好是去年 那个客家 客委会有一个计划案 就是客家社区亮点的计划 他的案子 我知道这个讯息就去写计划去申请 结果通过程度就是执行直到现在 这个大蜂草主题人区原本是村长的古厕 却一年久失修五人支柱成为废墟 为了推广地方产业 他向客委会申请补助改建自家古厕 现在大蜂草主题人区以及古厕内展览的馆藏都成为导览特色 新学校及社区团体主动接洽走法 把火房跟大蜂草人结在一起 又把观光结合起来 主要也是在宣传我们客家 因为我们客家有没有很保守 不会去宣传自己 甚至于说我们住在建宫 在屏东问你住哪里 他不会说你是住建宫 我都会说住新逼 在台北的话 你问他你住哪里 他会说住在屏东 不会讲说他自己原出生的地 所以说我觉得 是不是一直宣扬我们建宫建宫 把建宫行销出去 村长希望透过大蜂草主题人区的成立 可以搭配社区邮城 规划观光旅游动线 让更多游客愿意到建宫村来走一走 未来他也会持续拓展地方成业 并吸引年轻人返乡 投入社区营造工作 让新疲建宫村的美籍特色更被看见 评论需不停于相识采访报道